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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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原文描述道 来到少女身上 远远听到星秀派门人大吹 说什么星秀派武功隐胜降龙二十八掌 不禁怒气同声 他虽已不是盖帮帮主 但那降龙二十八掌乃是恩师汪剑都所亲手 如何能容旁人 肆意无灭 我们在电视剧里所看到的 乔帮主一出手就是小龙十八掌 这其实是有点违背援助精神的 乔峰在任盖帮帮主时 可以这么展现 但现任帮主之后 金与先生原和会写他不再轻使用小龙掌 其实就是以此来劝托 乔峰这个人物的公民脸落 心修坦荡 而且就一身的豪气和傲气 重声欲中过自己的姓名 既不是帮主 又是七单人的身份 自不愿再使用小龙十八掌 被人说三倒三 打狗棒法字也一样 除了这一层 乔峰没再使用打狗棒法的另一个原因 应当是跟丐帮的组织有关 那就是打狗棒法从不侵蚀人 在金武侠的有名写的诸位丐帮帮主中 打狗棒法用的最多的当属红龙 阿浪一度都曾认为 这打狗棒法是金与先生在写 设断英雄钻石 像降龙掌匹配给郭家那样 是专门用来匹配给黄龙的 不过后来再细看 黄龙使用打狗棒法 也是在情急之下才会使用 包括君山大会的展示 对付欧阳克 还有后来威救小龙精 而对付李莫仇的 都是这样 实际上不仅乔峰 历代帮主对打狗棒法的使用 都是少就少的 红七公实际乔峰之后 盖帮中又一位能量帮主 打狗棒法在他手中使出 那是变幻无穷 威力尽显 但是他也很少用 射雕里从第一次化身轮件开始 他跟最大的员叫欧阳峰 总共交出了四次 也仅是在最后的第二次化身轮件 才对吸毒使出了打狗棒法 之前纵是有姓美之威 也从未使出 红七公不仅实战中不太用 连平时在盖帮中都未曾显示过 盖帮众弟子知道他会打狗棒法 但根本就没肩打过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连四大长老也从未见识过打狗棒法 这也是军山大会上他们对黄荣产受怀疑的原因之一 那么历代帮主为何会对打狗棒法如此隐秘呢 在阿浪个人看来 这里面有两个可能 一是为了保持正门绝学的神秘相 用于震受本邦乃至武林 震受本邦 说实际上盖帮万千弟子知道帮主由此神功傍身 不敢犯小作乱 威重武林 说实际上武林各派提防于正门传说中的绝技 不敢小区盖帮 冒谱盖帮 也有利于盖帮帮主在江湖上立威 毕竟降龙掌又是极考于内功的 不是每位帮主都有大臣之功 如若帮主无为名 那盖帮天下第一大帮的名套 自然容易被人所轻视 甚至是取代 数百年的基业都会毁于一旦 那就是这门帮法曾经过度的使用 导致了一些帮法招式出现了泄露 并未万一所知 盖帮先人帮主 怕有此会暴露盖帮的命门 固然立下帮规 不得随使用 这一点我们在天龙八部中 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就是王以坚家的兰华鱼洞 和慕容副家的魂石水格 竟然都有打狗帮法的骗之藏谱 那女子悠悠地道 盖帮打狗帮法 以降龙二十八掌两大成绩 是盖帮的不准之密 你们环石水格 和我家狼欢迎洞的藏谱 拼凑起来 也只是一些 层七不群的帮法 运工的心法 却全然没有 你们家公子可怎成练 新修版天龙八部第十二章 正如王宇言所言 打狗帮法就是盖帮的不准之密 他们家园和会有藏谱呢 很大可能就是当年的乌鸦子 还有慕容伯的父辈 都曾见识过盖帮帮主 使用过打狗帮法 然后凭借他们的聪明材质 捕捉到了一些 棒法的招式 记录下来 也是这样才无心法 但是这位盖帮帮主 却由此感到后怕 怕会因此而让外人 有了破解打狗棒法的法门 如此一来 正门绝技的神秘不在 盖帮再难立位于江湖 于是传下帮规 交代敬任帮主 不能再轻易使用正棒法 这位先任帮主担心 其实不无道理 后来的欧阳峰 不就在看洪清宫 交给杨贵的棒法之后 破了正门绝学的三十六招 江湖上藏了卧火 胭脂没有比欧阳峰 更厉害的人物在那 既然盖帮由此组织 不让打狗棒法侵蚀人 萧峰自然用得少 其实从这两种武功的 表现形式来看 打狗棒法注入于形式 招式 介绍等 以其瞬息外面的灵活度 变法攻击对手于凑处不及 但是杀伤力并不强大 不能给对手造成致命打击 而且似乎只在 单打独特的时候更合适 还需要有打狗棒 才能发挥出其最大威力 但是降龙十八掌 却跟打狗棒法万全不一样 降龙十八掌 是以内力发出的 表现形式是金龙飞天 群体攻击时满天飞龙 单打独特更厉害 也就是说 他既可以群战 也可以一对一 而且杀伤力也正于打狗棒法 既然能坐上帮主这个位置 乔峰自然是两门绝学都会的 但是从来没有看他使用过打狗棒法 我想以剧中人物的心理来理解 他也觉得打狗棒法比不上降龙十八掌 只是招式巧妙 威力不行 而且以乔峰的为人性格来说 他是那种洒脱 豪迈 大气 广交朋友的人 出入任何场合 从来都不携带任何兵器 而打狗棒法 需要配备打狗棒 他也觉得带着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一点都不是他的风格 从上所述 肖峰不再使用打狗棒法 应当属诸多原因在里头的 既有他个人性格的原因 也应有该帮组织规定一座 阿浪个人各侧于群政 因为这更能体现 求帮主的人物特点 光明脸座 形式坦道 谨姿道义 仁义时刻在心 生育众果性命 只有这样性格的人 他最终才会 挽救仓手免战难 而挺身而出 也才会因迫使异兄 辽地退兵 资认不忠不义 而坦人负责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